Yo大家好我是RUN 歡迎回到死亡國度怪獸 那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其實很久以前我犯了一個錯 就是 我其實應該要拿到屠夫的切肉刀的 然後我 只拿了兩個破碎提燈 應該拿到一個切肉刀跟一個破碎提燈 所以我 現在我把一個破碎提燈幹掉 然後把切肉刀拿出來 那會沒有 沒有時間練這個切肉刀啦 不過 沒有關係我們之後 或許有人可以用這把切肉刀 那 今年其實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不過我們先把剩下的事情一個個做完 那一樣我們四個人都有回來 所以四個人都有回來的話我們就拿到四個 奮鬥點 呃我們的 其中一個人其實是美人所以他 當他是 生還者回來的時候可以花費一個奮鬥點 或創意點 來觸發親密事件每年一次 所以 他其實可以讓我們今年可以直接畫一個奮鬥點就直接做親密的事件 還蠻不錯的 那 呃我們先來抽一張 這個事件 這邊 這邊 所以 今年的事件是鬧鬼 最低狩獵的經驗倖存者 相同的時候選擇其中因為 確信 附近有一個強大的存在 所以這個 最低狩獵的經驗倖存者 其實應該是要 然後 可能是要這邊的人啦 所以 就是他或是他 小夕或是艾倫 我們讓 他有四勇氣 可是他有一個 簡易迴避啊 其實他們全部都有簡易迴避 呵呵呵 呵呵呵 然後都失敏了 對 潰雨陣 我們就讓他去 閃下來之好了 小夕 所以他小夕就過來閃下來之 暴擊 我們有死亡經驗嗎 沒有 幸存者用他的血在整個營地 畫滿圖案他獲得永久加2力量加1精準和 下面人不能使用武器專精武器精通和戰鬥技 所以加2力量加1精準 加2力量跟 加1精準 然後還有 著魔 喔 他應該沒有在這裡面 像這些人都開始拿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能力 有點喜憨 應該是Obsessed 或是Possessed P有個嗎 感覺是沒有啦 因為這邊的主要都是你受傷拿到的 然後 除非是這個 可是這個應該沒有 瘋狂者 這應該不是真的能力啦 其實這邊還有沒人這類的能力在這邊啦 就你其實也可以把那些能力出來 會比較可能會比較容易記得 這 看起來是要用輸入的 這是 他是說損傷還是能力 看一下 他就說能力 他就說能力啊 OK 等下能力喔 這能力的話其實還挺奇怪 能力理論上是這一疊啦 瘋狂者嗎 被消耗不是 只是瘋狂者 這樣理論上他是 就是會 一直擁有這個能力耶 所以他就是沒有完全沒有辦法使用 他的各種 喔有著魔 真的是能力耶 超憨 好 OK 不能使用戰鬥機 武器專精和 武器精通 所以我們這邊戰鬥機點起來 然後還有什麼 武器專精跟武器精通 我現在其實還蠻少使用戰技的啦 所以 目前感覺是還好 好 那 這個就結算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 更新死亡技術 沒有人死 更新時間線 這就是今年 最刺激的地方 因為我們時間線這邊 其實會要打 經衛總管 所以我們今年是不會去狩獵 然後 會把狩獵階段跟這個 Showdown決戰階段 直接換成打 經衛總管 經衛總管 還挺強的 然後 所以接下來最後就發展了 那這邊其實 總而言之我們首先是花 一個奮鬥點跟 這邊三個資源 來做一個發明 所以一樣是抽 四張牌 廢料熔煉八痕紋身 象形紋字 跟家庭 水車觸發侵存者會獲得 加一生存點 加跟毛巫成果 然後象形紋字是 讓你可以逃跑 八痕紋身是 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賭徒之八 簡易移動沒有很好 八痕紋身應該還是沒有很好 廢料熔煉的話 是主要你可以做 黑暗鍛造所 不過黑暗鍛造所其實會需要很多 應該是會需要鐵 請 等一下我看一下廢料鍛造所 廢料鍛 應該說黑暗鍛造所 黑暗鍛造所 所以他是長這樣 所以是鐵跟骨頭 鐵跟六個皮革 鐵跟五個皮革 鐵跟五個器官 鐵跟五個皮革 需要超級多皮革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蠻 怎麼講 就是需要很多很多資源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給的裝備應該超級好 應該算是蠻後期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短時間內是不會想要幹這件事的 估計大概是家庭 親密可以繼承熟練度 髮痕紋身都沒啥用 逃跑沒啥用 所以應該是家庭 這個薄衣比較好是賭卒之八 跟堅韌 可我記得堅韌沒有到非常強 所以就沒有那麼厲害 而且這 這獲得家勇氣其實沒有到 就是那麼的好啦 總而言之 所以我選擇家庭 所以我們出發的信存者會獲得加一生存點 這之後會出發就會獲得五個生存點 然後 如果沒有姓氏的話在親密中被指名的信存者可以給他們起個姓氏然後可以繼承其中一個姓氏 然後獲得他們的武器種類跟 武器熟練度的一半 那是我們之後可以做的事應該說我們現在今年 剩下還有另外三點然後其中因為有沒人回來所以 其中一個奮鬥點可以直接消耗掉 然後直接來觸發沒人的事件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選擇讓某一個人來拿到一些 要說讓 兩個人 來親密 哈哈哈哈 這是弓喔 所以可以拿到三點弓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 所以應該讓海賊女王跟 某一個男的 呵呵 李維吧 海賊女王跟李維來執行親密 我們就來親密這邊直骰 寶寶 所以一樣我們骰兩顆 喔爆擊 WTF 啊爆擊 OK 那我們就選擇10號骰 那這邊其實會很厲害喔 就是這邊會 10號你可以看到有藍色這條線 所以如果你發明了茅屋的話一個特殊的孩子降生了 就是會觸發這個 在這一天每個人都牢記著一個十分特殊的孩子誕生了 在這他逐步成長 期待著成人之救世主降世 所以這邊 10號如果你有茅屋的話你可以觸發 這件事情 一般來說 救世主其實非常強 所以我們就直接觸發救世主 救世主 我們這邊可以選擇其中一個救世主 這邊稍微講一下 就是因為你是 他這條線是這樣跑過來 所以他其實不會觸發原先這個 兩人口生雙胞胎的事情 而是直接觸發這個 救世主降世這件事 所以救世主你可以選 這三個 這三個 不同的東西 那 有野獸之夢 皇冠之夢 跟提燈之夢 那這三個地方 不同的是他 其實嬰兒會內建 一個紅色七合塊 綠色七合塊 或藍色七合塊 然後還會獲得一些不同的 特殊能力 我其實不太確定這邊的特殊能力有沒有被改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紅色的話沒有紅色七合塊 每個攻擊就有一個攻擊骰會自動命中 所以這是 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你決戰結果 會獲得額外 三點狩獵經驗 每個 每個救世主都是這樣 這三個不同的救世主都是這樣 然後 不能穿在超反裝備也是一樣 然後沒有一個年齡里程碑就會獲得永久 有加一力量 然後退休的時候就直接不見 所以 一個是加一力量 一個是加一閃避 然後一個是加一幸運 所以他就會超級容易爆擊 所以主要是看你到底會 比較想要誰 你如果缺 打手的話 你其實可以 用野獸之夢 你如果想要做一個超級坦克的話 你可以做 皇冠之夢 然後你如果想要一個 暴擊小漢爺的話 你可以做這個 提燈之夢 嗯 其實綠色 我有點想試試看綠色啦 綠色跟紅色其實都還是很厲害 我有看到有人選 藍色就是 我不知道確定 藍色 有點 憨啦 因為近戰武器會獲得 加一觸擊 可能也不錯 然後某一種程度上你的好運契約 就好運契約 你會 所以 沒有個年齡層邊 拿到加一幸運 你其實 因為你幸運就會直接算暴擊嘛 所以等於說你暴擊機率越來越高 然後暴擊就直接算命中 所以 或許也不錯 因為說實在 暴擊就直接算傷害到 然後可能會比 紅色的直接算命中來的 會比傷害 就是傷害可能比命中還好 所以 紅色跟藍色的 選藍色的原因 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這邊 然後綠色就純粹是個 超級憨探客啦 我現在有點被藍色說服 藍色其實好像真的蠻好的 可他要 年齡有到嗎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有讓他取個姓氏 這類的嘛 所以 他其實會 有 弓的 專精 弓的三點專精 然後弓的三點專精其實是 呃 就直接讓 直接有弓專精是可以衝殺任何未命中的 賽制一次 所以其實是 不錯的東西 然後就沒有那麼適合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適合紅色啦 好總而言之 呃他們要先取個姓氏 呃 海賊女王要叫什麼 那隻蛇就叫蛇好了 他姓蛇 呵呵呵 那另外一個人其實也要取個姓氏 李維就就姓李吧 李李維 很隨便的感覺 我不知道李維到底姓什麼 呵呵呵 好 那所以這個小孩就會叫做 就會姓蛇 然後他也是男的或女的 男的吧 他就會姓蛇 蛇救世主 呵呵呵 蛇蛇救世主 應該叫大蛇丸或什麼之類的 蛇大蛇丸 蛇大丸 呵呵呵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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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命名所以他會拿到加益生存點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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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甘生一個救世主 我其實 一直都有點想要 做救世主出來啦 然後他會拿到 一半的武器專精跟 直接拿到武器精通是 弓 OK 所以他基本上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會射箭啦 就已經觸發那個弓的效果了 所以其實還蠻好的 然後他其實會成長很快啦 他狩獵經驗是 額外加3喔 所以好像是直接加 加4個加4個那樣來加 會獲得3點額外狩獵經驗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選藍色的七盒塊 藍色的東東 所以他會拿到好運契約 這個就是主能力其實可以在這個 能力牌組裡面拿到 還蠻不錯的 這是護甲大師 遠程能守 藍色就是主能力永久獲得藍色七盒塊 沒有一個藍色七盒塊 遠程武器會獲得加1範圍 近戰武器會拿觸擊 決戰結果會獲得加3 狩獵經驗不能裝備超凡 每個年齡層盃會獲得永久加1幸運 OK 對 好 所以這就是他的能力 所以我們人口又獲得了加1 就是主要還蠻酷的啦我覺得 保運契約 基本上把這邊的全部東西都 放在一起啦 因為他們 後面那個契約的事情其實都一樣 OK OK 所以 小孩生完了 這件事情就搞定了 接下來 所以我們還有3個奮鬥點喔 等一下不對我們剛生小孩應該用了一個奮鬥點 所以我們還剩2個奮鬥點 我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來打那個 打 王家進軍了所以我大概會想要做神 神坎嗎還是神什麼鬼 我大概想要拿一個奮鬥點來做這件事 我們來這邊骰一下 OK9所以有獲得加1護甲 在這邊先標記一下 所以我們只剩下一個奮鬥點 恩 這個奮鬥點可以拿來做 譬如說 我會拿來做分享經驗啦或占卜 如果想要更多小孩的話 然後這邊有豐收儀式 不過豐收儀式要經濟武道才有3觸發 應該沒有其他事 比較值得做 這邊其實很殘念我們的 道具其實沒有那麼的 就是其實我有點想不到到底要做什麼東西啊 因為現在的狀況其實有點 有一點點詭異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上的人其實是 上這兩個傢伙來 如果我們要上最強陣容的話是上這兩個 傢伙上來打架啦 我尤其想要上他上來 所以這樣就導致 因為他要觸發這個地脈行者的能力 所以他的 裝備欄不能有護甲或附屬的東西 我們先把 這兩個人一下下來 他獲得著魔嗎 失衝 他還是有失衝 所以這兩個人就下下來 所以他是一定要上的 因為他現在這個神劍已經煉成 他這個目光之劍現在有 4點 這個 4點熟練度其實超級強 因為目光之劍現在會 忽略緩慢然後獲得加速度 所以他基本上會打 3 3個甩子 然後9-4的話就是 5以上就會打中 所以3顆甩子5以上就會中 然後 如果他在屁股的話就會變成 4以上就會中 然後內劍的這個力量又很高 再加上他本身還有一點力量 所以 他就是會變成一個超級輸出機器 OK 這 麥麥行者 木光阿劍 從木光之劍怎麼變大了 呵呵呵呵 啊 Shit 我可能要把他砍掉了 所以這麥麥行者有觸發 所以我放一個Token在上面 大概是這樣 這可以讓他稍微變大一點 然後我等一下再把 他的大小給修好 另外一個理論上是要讓雷姆上來,雷姆有這個毛磚巾,也可以來排一些陷阱或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他的牌是不是卡在底下? 他牌咧? 他牌咧? 他Token也不見了 他東西整個都不見了 哇,整個都不見了欸 好,有點糟糕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我等一下再把雷姆給修好 雷姆整個壞掉 不知道東西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有可能掉到這裡面啦 看起來不太像就是了 不知道東西掉到哪裡去了 好,所以理論上是上他們兩個啦 然後雷姆是精準很高啦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選項是把 直接把救世主上出來做事 不過其實救世主拿弓是有一點點浪費的啦 因為我其實會吸,我大概 目光之劍在練 就是目光之劍這個角色 因為他如果精通的話其實會 直接離開 永久離開影帝 所以我可能再讓他 就我可能只有 只有重要對決的時候 我才會把目光之劍這個角色叫出來打 所以最後 之後如果出去 打架或幹嘛的話 就是正常狩獵的話 我大概都不會帶目光之劍這個角色 你看目光之劍 六 六等的目光之劍還會獲得致命 所以他其實 後面會變得很強 就這個角色其實是一個 一個非常強的角色 所以我們之後大概這個 這個欄位會空出來 然後可以換 別人上來 所以就有可能會換這個 新的大蛇丸上來 做事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一部分 裝備的問題 因為 等於說這個傢伙 要帶的裝備其實非常非常少 所以導致我們 其實沒有什麼事可以給 沒有辦法給他帶什麼 正常的東西 等於說裝備會排到另外三個人身上 這其實是一個蠻奢侈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這其實是一個蠻奢侈的問題 呵呵呵 就變成說他或許應該要帶 我不知道他應該要帶什麼 他不能帶任何護甲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 附屬品類的東西 其實還是沒有到非常的齊 他可能應該帶 我沒有讓他帶那個 獸牙項鍊的原因 是因為他現在 他力量跟目光之劍就直接加持了 然後大部分的東西 如果他的 那個 叫做什麼 如果他的韌性低於10 或剛好是10的話 或是11的話 其實都會 2到10都會直接命中 等於說我不需要 就是在 我想想看到底多少 我閃到2到10的話都會加10 所以如果他韌性在12到 如果他韌性在12以下 基本上我都 完全不用管他的這個 就我都不用給他更多力量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 OK 我還要記得把雷姆修號 好 所以我們還剩下一個奮鬥點 這個奮鬥點 可以拿來 幹一些事啊 然後 這個傢伙 我在想要不要給他 再拿 就我這邊應該要再給他 一件東西 我有蠻多不同的東西 就我可以給他 一個箭矢 或是我可以給他 譬如說 白絲的鞋子 之類的東西 我在想要不要給他白絲靴 白絲靴的話 就要花白絲鞋 我跟這個 怪物皮毛來做 然後他現在是還沒有辦法 他現在還沒有辦法觸發這個 加一移動 然後如果說他要帶那個 我大概會想給他帶這個 說實在 那就先放回去 所以我們大概是做一個這個 爪尖使出來 然後把獅子的爪 好啊 給他 給他 所以這個爪尖使是 會增加你的命中的 怪物會獲得簡易迴避 所以 別人會比較容易打中他 所以這就會 到我們這個角色這邊 OK 然後剩下這些東西其實沒有什麼 呵呵呵 其實沒有什麼好做的 呃我現在可以來囤 喔等一下 在這喔 欸 是嗎 喔對 毛 毛跟這些其實在這 只有兩張喔 這是雷姆的東西 呵呵呵 他的名字跑到哪裡去了 等一下再來找 就是我們這邊有囤一點皮毛啦 然後 我想要囤很多皮毛 然後來開這個 皮革工廠 我現在其實可以用這邊的 三個皮毛 跟 一個器官直接 再把這個生存點 把這個奮鬥點花掉直接 開皮革工廠出來 只是我們現在開了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做任何皮革出來 我們的奮鬥點其實不夠 所以等於開了 也不能做任何事 不過可以把 先把一些資源花掉啦 我覺得他還是OK啦 我把 一個貓眼跟這個 這些東西都花掉 先花怪物皮革 這個閃閃發亮中 它等於兩個基礎皮毛資源 所以我們就 直接花這個 跟一個器官 就這個眼睛可以當器官用 然後跟一個奮鬥點 就直接再把這個 皮革工廠給開出來 這種我們皮革夠 沒有鞍我們就可以置格 置格 然後置格之後就可以 做骨膏跟骨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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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採到更多的新鮮草藥 還有更多的鐵 好 然後鐵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黑暗 煉工 黑暗 叫什麼 黑暗武器工廠嗎 還什麼的 就是 就是 未來就可以使用 好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我們其實離整套白絲套裝 差一個白色軟毛 差一個白色軟毛嗎 我看一下 差一個白色軟毛 跟一個皮毛 基本上 所以我大概還要再狩獵一次 等級二的白絲 那 我們的發展階段其實大概就做完了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準備出發性存折 那 我要把他們的裝備搞一搞 然後 看 是不是確定 是不是這些人出發 這是我現在最強的陣容 然後 其實死掉 蠻有可能會死 一個人的 我覺得 不知道死一個人 歐不OK啦 或許不會死人啦 因為我們有很多乾燥草藥 這乾燥草藥其實我覺得 非常非常強 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 想辦法拿多一點乾燥草藥 這傢伙要不要帶鋼箭 也是我另外一個蠻糾結的點 他其實可以不要帶鋼箭 然後多穿一件仿裝 或許會比較好 然後他也可以不要帶人類面具 因為現在這個其實還 無法觸發啦 話說有這個人類面具 剛剛那個 我們救世主如果選 紅色或者是綠色的話 也可以 也蠻容易把人類面具的這個 效果觸發出來的 所以他會內建一個 紅色或綠色七二塊 反正總而言之 我可以 我再思考一下 可能不會帶鋼箭啦 雖然我覺得鋼箭 還蠻厲害的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有這個 首領彩紋啦 所以在他旁邊瘋狂的幸存者 會獲得加益速度 所以我們其實 這個傢伙會有很多 會指五顆塞子 如果他瘋我的話 他還沒瘋 呵呵呵 像這個傢伙就會 多塞一顆 因為他瘋了 好 所以 我再整理一下這些角色 那我們 馬上回來 好 所以我已經決定好 要讓誰出發了 那 這邊 我其實最後還是把 白絲靴給做了出來 因為 像他每個地方都有保護 他會比較容易活下來 其實可以不要給他戴人類面具 因為 這個 不可替代 如果沒搞錯的話 應該是這個人如果掛的話 這個不可替代的裝置 會不見 那 不過 對 就讓他戴吧 沒關係 然後 出發的時候 每個人會拿一堆生存點 基本上直接拿滿 然後 每個地方會再多拿 加一護甲 因為我們那個 神龕的 效果 我都叫他神龍啦 不過 對 那基本上 勝存點也是拿滿 然後 全部都再多拿一點 護甲 OK 這邊比較大的問題 他沒有瘋狂 這家我沒有瘋狂 其實是個大問題 他記得這個傢伙其實還有獅充嗎 他其實聽不到 他其實聽不到 那他也一樣全部 生存點拿滿 我們現在天法遭遇會額外再拿兩點生存點 然後他一樣有這個乾燥草藥 出發的時候會獲得加來生存點 然後要每個地方拿一點護甲 OK 然後他也是每個地方拿一點護甲 然後一樣會拿滿生存點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們其實剛剛還可以考慮做一件事 我都忘記了 其實我還有 惡夢培訓可以做其實 不過 沒有做就也沒關係啦 所以我們還是有做一些其他事 然後這是我拿來做那個白石靴的東西 白石決定把白石靴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資源帶長這樣 喔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傢伙我決定給他帶斬肉 帶切肉刀 就我們之前屠夫 其實有一個切肉刀我都一直忘記 應該說我那時候算錯了 然後我忘記要加屠夫的等級 所以我其實是剛好在6跟7 6是沒有切肉刀 然後我想要6 然後加1是7就有切肉刀 所以 或許有點殘忍啦 不過我覺得其實毛也做了非常多事啦 其實王者長槍也做了非常多事 這個觸擊2我也用了淋漓盡致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的 那這場戰鬥我主要想帶切肉刀的原因是因為 毛的力量其實不大夠多 這兩件裝差了兩點力量 然後命中又差了10% 所以其實是有點差的 不過一樣你看有不可替代 就是獅王獸這張卡會直接不見 不見就算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們有三個人身上都有不可替代的裝備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超級貴的 超級貴又貴又強的野獸之虎 所以這就是我們出發的陣容 基本上是我們最精銳的陣容 必須要打贏他 大概是這樣 那就都搞定了 這是神龍的護甲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出發的時候會 加5點生存點 然後如果天法會額外再加2 因為我們有這個 這個雕塑的效果 或天法招育會獲得額外加生存點 然後就結束影帝階段了 那這一次其實就直接到這邊了 因為接下來就會直接進入這個天法招育了 王之進軍的這個天法 他其實有12點的韌性 是還蠻多的 然後 這邊 他出發的時候 因為他有異想天開 所以他其實會拿到加1力量 我們已經擺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加我其實 就直接加11點力量 加我直接加11點力量 那代表說你骰到2的話 就是13 所以就算他沒有站在盲點或幹嘛 他還是會打傷這個王之進衛 然後我們有一個盲點超人 這個0的存在的盲點超人 王之進衛你如果從盲點打他 他會減四任性 所以這個0的存在打王之進軍 其實是一件很強的東西 那就大概這樣 我們還可以用這個尖爪石來降他的 大家獲得簡易迴避 然後我們這樣會比較容易命中 所以我的計畫大概就長這樣 那我們就 其實這邊應該要把 是他嗎? Kingsman 所以要把他拿出來 然後是等級1的 就直接這樣就會開始了 那今天因為那個營地階段比較短 所以我們把這個怪物的setup 看要不要做完 還是不要好 因為我怕那個其他人 會不知道他到底這些特性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有五個特性還蠻多的 其實還蠻多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帶來投資源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 掰